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吕氏春秋预言,春居劝齐宣王。 春居劝齐宣王。 齐宣王修建大宫殿,有一百多亩,三百座门,三年还没建成。 大臣们没人敢劝国王。 春居问宣王,楚王不要先王的礼乐,音乐变得轻浮。 楚国有贤民君主吗? 宣王说,没有。 楚国有上千个大臣,却没人敢劝国王。 楚国有贤能大臣吗?没有。 现在您修建大宫殿,有一百多亩,三百座门,三年还没建成。 大臣们没有人敢劝国王,您有贤能大臣吗? 没有。 宣王就停止了修建宫殿。 轻浮,不庄重。 贤明,贤良明白。 贤能,贤良有能力。 这个预言来自吕氏春秋。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持编辑的。 看到别人的缺点,很容易。 看到自己的缺点,不容易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春秋劝齐宣王。 齐宣王修建大宫殿,有一百多亩,三百座门,三年还没建成。 大臣们没人敢劝国王。 春秋问宣王。 楚王不要先王的礼乐,音乐变得轻浮。 楚国有贤明君主吗? 宣王说,没有。 楚国有上千个大臣,却没人敢劝国王。 楚国有贤能大臣吗? 没有。 现在您修建大宫殿,有一百多亩,三百座门,三年还没建成。 大臣们没有人敢劝国王。 您有贤能大臣吗? 没有。 宣王就停止了修建宫殿。 必须说,哈佛会和诡判目。